中国人怒其他国家的司机再添一桩 习近平近日出访沙吴地阿拉伯 还签署了34项的投资协议 不只如此 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 内容就涉及说沙国与伊朗之间的争议领土 这个举动是引发了伊朗的民众不满 在网络上掀起了反中的热潮 而且不只是讨论台海的议题 而且伊朗的媒体更将台湾议题 以台湾独立合法权利为标题 刊登在头版表达抗议 向中国开呛 另外台湾的问题确实敏感 南华早报就报道了 在欧盟和东西领袖 即将于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前夕 联合公报中拟定有关台湾的措辞被删除 在此之前 其实双方就如何描述台湾的政治地 存在严重的分歧 争议的焦点就在说 是否达成普遍的一个中国原则 报道内指出说 布鲁塞尔倾向要强调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包括允许与台湾合作的空间 那一名欧盟的官员就透露了 最后他们倾向不提到相关的陈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